台湾娘子说故事 目前,在乐生,还有几个病人 从日据时代就收容自惊 他们为了征服麻风病 几乎成了各种药物的白老鼠 有人成功摆脱疾病的摧残 有人则被诊得体无完肤 日据时代采用大风脂油滋病 有人用糯米纸包起来口服 据说难以下咽 病人视为未途 另外,有人选择皮下注射 但又痛得不得了 常有人打到手肿的像鸡蛋一样大 必须靠开刀才能消肿 1951年的春天 农妇会送给乐生一批治疗麻风的特效药 大家称之为新药 也就是所谓的DDS 由于身多周少 几百人不够分 院房采取抽签的方式 选中100人 作为适用的对象 当时新药的药性为何 使用方法如何 并不清楚 本来医师规定 一天口服一片 以后 每星期地震一片 到每星期 蒸汁六片 这新药虽然不难吃 但复作用不少 例如 贫血 急性麻风反应 头昏眼花 神经剧痛等不良反应 而且 如果一次服下20片 立即自然于死 虽然新药还在实验的阶段 而且具有神奇的疗效 但因为吃多了会死 有一阵子 热身的病人 领了药 回去不是用来吃 而是用来自杀 直到1954年 医院累积不少失败的经验 将剂量改为 一星期 六至九片 分三次服用 同时 为了阻止救命的仙丹 变成致命的毒药 医院开始由院方发药 命令病人 当场服用 大大减少病人自杀的悲剧 新药的白老鼠故事全文 您可以在 中华希望之意的官网云库搜寻 或在YouTube频道 打上关键字 台湾娘子说故事 在不可思议的白老鼠实验下 生命宛如命悬一线 求生求死 都需要无比的勇气 无论生死与否 他们都是抗赖斗士 中文字幕就是为了一种 感谢观看